為何有些人很難經歷神的愛呢? 第一,覺得自己不配 就是覺得不及格 這是一個世上的思維 因為他從小到大經常被人罵 你不行,你不行,你做甚麼都不行 沒有人喜歡你,你是失敗者 這個思維我們需要改變的 我們自己改變也幫助人改變 神的眼光和人是不同的 人是經常看到人的不好 譬如一個小朋友,考試不合格 父母就告訴他,你為甚麼考試不合格 要勤力讀書 好了,他下次合格 他就說,得合格嗎? 你應該高分一點 好了,到九十九分 九個九分,差一分就一百分 你有沒有搞錯,差一分而已 你考第二,應該考第一 人就是這樣,喜歡看到那些未做到的事情 多數人都是這樣 我老公很好,不過呢 開始說那些不好的事情 現在事實上很多夫妻 都在想他配偶的不好 他又暗沉又長氣 不聽我說話,不關心我 但我們已經學會去說一下配偶的好 我經常都說我太太幾好 我經常都欣賞他 我今次發現泊車這麼難 下次會我自己坐車來 然後走的時候,他會接我的 我就不想他接我 為什麼呢? 這麼晚來 但我發覺原來 現在因為泊車的問題 那些停車場很多都滿 不過我先考慮一下 或者派這個廣場 上水廣場 是貴一點,不過不要緊 我去了 油站旁邊 去了 滿了 是嗎? OK,你們告訴我 遲些 很多人覺得不配 第二就是埋怨神 神,我有病你又不治我 我有什麼困難你又不解決 其實我們的困難 是對我們有益處的 我也曾經試過困難 但我總是觸實聖經 神一定會幫的,神一定會幫的 真是神就最後幫助 我也感謝神 在我這個人生的最後的一段階段 其實我 你猜一下我幾歲 有些人可能聽過我說 網上我都有說 我差不多七十歲 差不多 還有幾天 多謝 但是在這個階段 神給我開了一個宣教事功 復興宣教事功 我們幫過很多去宣教 以及幫助很多非洲的地方買 一些儀器 可以看到我的侍奉訓訓練直播 是用英文說的 這個都是神給我的恩典 我覺得能夠幫到這麼多人 是神的恩典 就是要多謝耶穌 我們聽神的話 神會為我們開錄 但是很多人就看到困難 我都經歷過困難 但是呢 我就說 神一定有開錄 第二就是 我信靠親近信從神 所以就很多破口 那個人經常都煩惱 他自然經歷不了神的愛 但是當我們說 煩惱是人的問題 那些問題神一定幫我的 人不好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不要緊 我不用吃垃圾 那些人專門是傷惡人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 那些心就會放鬆 感情麻木 事實上呢 每個人開始大 都會開始有某程度的感情麻木 不過有些強烈 有些沒有那麼強烈 有些強烈到是不懂笑的 哭不出的 壓抑了 有些是不能夠很自由的 哭 你這樣做不到 不能夠像小朋友一樣 我感激主要 我跟我太太 都有這個小朋友的性格 我們走路一路 他開心跳 我又跟著一起跳 我們都會享受生命 做些開心的事 如果你自己有這幾方面 需要釋放 首先釋放一定需要理性 誤性的釋放 然後到靈性的釋放 誤性的釋放 誤性的釋放是什麼 我是配得神的愛 有宣告 因為神愛我 神體重我 神將很多禮物給我 他定義要祝福我的 我永遠都不應該埋怨他的 而親近他真的有平安喜樂 即是神在掛著我 祝福我 而我可以開始學習 見到好東西笑一下 多謝天父 就算很簡單一件事 就算喝水 有否想過 那些水是很好喝的 很舒服的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吃東西的時候也是 嘩 好吃 聞聞先吃 有些香味 各種食物都有香味 那你就說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有些人好的地方 欣賞一下他 和他一起開心 笑一下 慢慢的感情會恢復 感情恢復 你就更加容易在神裡面有喜樂 我也試過很多次 和人祈禱有喜樂 那些人經歷喜樂 曾經在宣教 一群人一起充滿喜樂 只要我們的心放開 是可以經歷的 好了 那我跟著 現在講一個比較大的主題 在本書裡面 沒有特別去提到 所以這裡沒有頁數的 就是平衡 恩典和戒命 平衡 恩典就是活在神的愛 神祝福 戒命就是我們需要做的事 愛神 遵從神 傳福音 這些是戒命 這兩樣不平衡是很慘的 我用一個比喻 如果有兩個人結婚 未結婚就很開心 即是拍拖的時候很開心 拍拖的時候有些人很喜歡 就打電話、聊電話 一邊聊聊 不過現在可能不是聊電話 傳Whatsapp 之類很開心 好了 結婚之後 開始發覺很多責任 有時有些人就會覺得 唉 又要洗地 又要洗碗 又要做這件事 又要做那件事 或者對方經常都說 你未洗好地 你未收拾衣服 你東西很亂 甚麼東西未做 那些冷氣機又壞 你又不去弄 那些燈要換 你又不換 好了 如果那個關係經常都說 你未做未做 你要做你要做 你會覺得很煩 即這個關係變成了做 有些人信耶穌就是這樣 耶穌就是充滿愛 但他信耶穌之後 你要祈禱 讀聖經 你要傳呼音 你要改變生命 處理生命 你還有很多未做 你快點做 如果基督徒經常都是 聽到的信息 你要做你要做 這樣的時候 他就覺得 信耶穌就好像是甜頭 信完 開始就全部都是做 其實我們應該做 不過是出於恩典 因為出於律法 推動是哪一樣的 譬如我自己 我跟我太太一樣的 我們很樂意服侍對方的 譬如我們擦牙 喜歡一起擦 我跟她弄壞牙膏 或者她跟我弄壞牙膏 回家 誰先拿拖鞋給對方 總之 有機會接她 我一定會接她 她有機會接我 一定會接我 總之有什麼 令對方開心 對方需要 就一定會關心 她很記得我哪裏被蚊咬過 她翌日會檢查 好了沒有 哪裏呢 刪了些粒粒 看看好了沒有 真的 那種 關心愛 是令我很感動 我很感謝神賜給我這麽好的太太 我亦都很欣賞 我很珍惜 我很珍惜 我要 make the best of what God has given me 神給了我的 我要 真是珍惜 這樣 我就會很樂意去做 就不會說 哎呀 我又要跟她拿拖鞋了 我要跟她弄牙膏了 我不會這樣 我覺得 我做一件事是她歡喜的 這個就是恩典推動 大家喜不喜歡恩典推動 因為喜歡律法推動 又要傳呼 哎呀 傳來傳來都不相信 哎呀很慘 哎呀 教會要增長 又未增長 哎呀很大壓力 其實聖經絕對不是叫我們這樣來推動的 聖經是有叫我們做的 不過聖經是有很多很多恩典推動 我現在是會用不同的經文去支持這一點 給大家看得到 我們反思了 到底我們是被律法推動 我要讀 我要讀書 我要去傳道 我要去宣教 我要去傳呼 要說 我很樂意去做 因為神會欣賞 神會加力給我 神會令我更加進入神的高層次的領域 更加發揮生命 真是最好最好的 好了 恩典首先比較 恩典是甚麼 神伯伯賜給我們的祝福和幫助 就是恩典 例如神愛我 接立我 神找我 拯救我 這些是在書裡沒有的 不過這些是全部可以送給大家的 POWERPOINT 你可以我傳給曾穆斯 他傳給你 或者你們給我 我有很多資料在網上 在Google Drive 我有很多資料 全部都可以送給大家 全部都可以傳給別人 神很愛和接立我們 神找我們 拯救我們 赦免我們 計劃祝福我 興起我 紀念我的事逢賞賜我 這些是恩典 律法是甚麼 就是應該做的 要做的 尊心愛神 敬拜神 尊敬神 愛人如己 關心人 離開罪 全福音 這些都是要做的 是應該做的 我們絕對是應該做的 有一個叫做恩典福音 是不講律法的 這個是錯的 我們是恩典推動去遵從律法 一定是遵從 沒有理由是不遵從律法的 平衡恩典和革命意思是甚麼 深信神很愛和關心我們 不是要做得完美神才氣 總之我做向著神 神就歡喜 但不代表我不追求完美 我會追求完美 但我追求完美 追求未到的時候 我不會說死了死了未到 即是可以有兩種心態 我還有很多未到 這樣就很慘 但我今天有進步 我就感謝神 我就開心了 做得不好的時候 真心悔過一離聚 神就歡喜了 不需要用行為來賺取神的愛 神已經本身愛我們 真心信靠親近 遵從事奉神 神就一定會歡喜 聖經怎樣恩典推動呢 神是用祂的愛來推動我們 祂的接納推動我們 關心我們 應許祂 祂呼召門徒都有應許 你要得人如得如一樣 祂應許他們 祂供應他們的需要 為他們預備道路 預備方法 機會 有計劃祝福他們 有賞賜 來激勵我們 還有更多的 不過我舉一些例子 就是神用這些方法 各樣的應許 來祝福我們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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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